20周年庆祝活动评价大爆炸 CWT62怎么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秀秀秀的频道 我是阿修 作为台湾最支撑的同仁厂活动之一 CWT台湾同仁制贩售会 在前几天迎来了庆祝CWT举办 20周年的CWT62 简单快速介绍一下CWT CWT台湾同仁制贩售会 是目前台湾女性向同仁厂一家独大的活动 台湾男性向同仁厂报FF 女性向报CWT 如果想买官方商品的话 就是曼博台北国际动漫节 简单区分大概就是这样 更详细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右上角 那这次CWT为了庆祝举办20周年 特地从台大体育馆移师到世贸易馆 看似是一桩好事 因为场地更大 天花板挑高有更多的空气 二楼也有休息区可以使用 而且从捷运站走到活动场地 少了至少10分钟以上的路程 那为什么这次活动Day1一解锁 马上就引发民怨呢 主要原因我大概归纳了以下几点 第一标示不清楚 你在逼住我也在逼住 第二攻读生太少 而且没有足够的员工训练还有设备 第三社团为此规划失败 某几个摊位的人龙太长导致出现严重堵塞 首先到场人数真的不是问题 CWT一直都是人数爆满的活动 7年前的CWT三世 就曾经发生过入场队伍从台大体育馆拉到罗斯福路上的问题了 加上近年来动漫族曲应用网路发达有所增加 不论是FF还是曼博进场人数都屡创新高 CWT台北厂自然是每次都在做压力测试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网路上过往参加CWT的人流照片 可以发现人数也没有比较少啊 那问题在什么? 第一个最大问题在于一丝四毛但没有做好准备 在台大或是花博 我们可以很习惯的看到墙壁上挂着大大的字牌 告诉你这里是A这里是D或是这里是Z 在四毛呢很抱歉 台大的字牌是台大的 四毛请你自己准备 然后这是CWT进场 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在逼住我也在逼住 啊怎么大家都在逼住 这是为什么 因为四毛的柱子上只有写区马 这是CWT诸夏的BD区马 而CWT本身没有准备足够明显的力牌给大家认别 最后大家用什么当路牌 当然是远在高处的新世界狂欢人物力牌 CWT活动有没有买到中心我不知道 但新世界狂欢角色的脸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在哪里 直接问旁边的摊主还比较快 标识问题却自然而然的导致许多人迷路 有人迷路就会塞车 随着进场人数变多 许多他会开始出现了人龙 这时我们通常会仰赖CWT的攻读生来帮忙整队 呃不好意思没有 本次CWT的攻读生人数严重不足 根据不知名攻读生表示 往年CWT的场次攻读生大概在50人上下 本次大概只有30人左右 开场前一天的员工训练 也差不多就是帮忙排排桌子椅子 叫怎么收票等等 虽然入场有在额外找排队公司 但因为人手不足 即使挖了一票攻读生去帮忙整队 但有经验的攻读生屈指可数 加上人数不足的情况下 开场前要整队 开场后要播出人手发20周年的纪念本 然后纪念本要扫QR Code或是对实体券 然后拉排队队伍没有红螺 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同时社团入场与购票入场的队伍交错在一起 导致D1进场出现相当复杂的贪吃蛇问题 其实有红螺的话应该就很好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 攻读生也没有小蜜蜂或是大神功 只能用猴的 攻读生喊得累 参加活动的人也被骂得莫名其妙 明明四猫一管有很多出入口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几成这样只有一个 入场的问题真的不是很难 四猫一管本身设计上就是让数万人同时参展的场地 多开路口 拉红螺 多请攻读生 这些都可以解决 甚至还传出 攻读生本身还没有LINE的联络群组 交接全靠体感 简直冒回2012年 同时攻读生人数过少的问题也影响了D1进场后 人龙的问题 同人场几个比较大手的摊位 本身就会出现排队人场 这些都是可以预测的 大家看一下这张地图 一般来说大手摊位会放在墙壁或是角落 让摊位上的小精灵可以把队伍往活动场地外拉 如果地图中间出来出现要排队的摊位 啊排队摊位上面的小精灵人手又不足的情况下 除了仰赖参展同耗的自律外 一般CWT的攻读生多少也会下来帮忙引导或是排队 嗯就是人手不足 这导致D1的某几个区域 大概在早上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出现严重堵塞 更不用说边摊跟脚摊 其实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拉队伍 或许之后CWT回到台大 大家常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依旧是可以让活动安稳地继续做下去 但说真的哪天出了以外真的很危险 救护车也不是第一次开进台大体育馆里面了 讲到这边先声明 我说真的这次CWT在世贸义馆其实没有很差 为什么 因为CWTDay1本来就会有几爆的问题 但这次世贸义馆够大 没有租下来的AC区被自动自发拿来当休息区做到了缓冲 如果今天CWT62的人流贯到台大 没有世贸那极高的天花板 他要体育馆一楼跟B1也大概会变成地狱 世贸租金贵 总摊位数变多 爆摊变贵 入场变贵都可以接种 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一个 北中南固定举办厂次 总经验超过60次 举办20年同人厂经验的公司 永远永远都在拿英德来办活动 工读生比往年少一半 缺乏大型指示牌 红楼 大声工 小蜜蜂等设备 加上单一入口 标识不明的出口等综合问题下 特地从台大移私到场地更大的世贸易馆 却只租两个区块 活动第一天人潮大爆炸 明明室内场地更大 却依旧造成塞车堵塞让人无法动弹 但主办单位去的晚宴上说活动举办的非常成功 明明有很多问题是可以预先防办的 只能说参加这类活动 大家还是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这一次CWT62只有Day2 有一个人因为缺氧被紧急送医 挖虎已出现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论是FFCWT曼博 只要发现周遭人数过多 还有无法动弹时 还是要快点想办法离开 保护自己的安全比买到想要的本本来得重要很多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CWT62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